被方便KO过的日本高手卧薪长胆三年 再次来华挑战死神方便 被顽略三回合一脚踢飞 彻底打傻 说到死神方便相信全迷们不会陌生 在他的职业生涯59场比赛未尝一败 曾经击败过世界第一马库斯 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到达了巅峰时刻 擂台上的打法更是让不少外国高手头疼不已 本期视频柳成就为全迷们带来方便对战 日本空手道观军功藤永树的二番战 方便跟功藤永树的二番战发生在2014年 在2011年的时候两人的一番战 方便还是以KO的方式结束了战斗 那一次功藤永树被打得混在了擂台 来看两人的二番战的第一回合 刚一开始方便的打法就异常的主动 拳法开路标志性的下皮腿 直接砍在了功藤永树脸上 随后两人开始拼拳 功藤永树没有任何还手能力 下皮左右摆拳高扫一气合成 方便在第一回合开始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的功藤永树已经没什么进攻欲望了 方便这种超快的进攻节奏 完全扰乱了功藤永树 三年的卧薪长胆换来的又是一顿暴揍 这一回合功藤永树不进攻并不是比赛消极 而是完全找不到进攻的 两人的第一回合 方便的优势太大了 而功藤永树就是被方便这样的快节奏带得不知道该如何反击 还有一点就是他防不住方便的正登跟下皮腿 你能扛住一次两次 但后续方便的全法进攻 功藤永树是怎么也接不下去的 来看两人的第二回合 还是原来说的那个问题 功藤永树扛不住方便腿法进攻 这一下差点将功藤永树踢下擂台 功藤永树也被打极了眼 开始发起反击 但被方便前摆 打得脚下一滑又开始往省脚逃 你有一个加镜摔 但一看不行我收住收住 不过这位日本选手还是挺坚韧的 今天是方便第三段比赛 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 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功藤永树也是真是能挨呀 这个靶子真是能挨 没错 现在就到了方便只要进攻 就能将功藤永树击倒的地步 而方便一直这样的接退帅 虽然没啥伤害 但侮辱性极强 功藤永树这个时候 真的没什么反抗之力了 说实话 功藤永树的抗击打能力是真的强 说实话在一反战中 功藤永树输的还没有这么惨 而这次这么惨只能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方便在这三年中成长了真不少 而这场比赛工藤永树被方便放倒的次数 绝对超过了十次 功藤永树扛了一个回合的打 这次终于扛不住了 被方便前摆拳一下打得直接独秒 按理说裁判已经可以终止比赛了 但最后功藤永树还是选择继续 这样的坚持还是很有舞者品质的 这一回合方便还是完全碾压功藤有数 不得不说在有优势的时候 方便完全不会给对手任何的还手机会 这场比赛谁还敢说方便是方跑跑 这场方便应该是方硬品 两人的第三回合方便还是复刻了前两回合 比赛刚开始还不到五秒钟 功藤永树再一次被方便击倒 而功藤永树想要找回场子 连续的直拳进攻 但效果却不怎么好 最后又是方便下一轮的进攻 不得不说功藤永树的体力是真的好 第三回合竟然还想跟 方便还是不能大意啊 方便开心的直接跑下了擂台 日本空手到冠军卧薪长胆三年 最后还是被暴虐 只能说功藤永树成长的时候 方便也在成长 中国的不败战神怀虐日本冠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城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59秒钟 of round 3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red corner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方便TKO对手